武裝也是他快 盤斯的速度是卡速的 这个比他慢倒是问题不大 物力也是他快 还行吧 野兽齐了 还是老套路 开场善恶 我想说大家看了这么久的这个PK 有没有觉得最近一段时间PK都是这样的 212打212然后开场善恶 就是善恶你打我我打你这样 信未索然 对面的这个二号宝宝好像一直用的是平凯没有用扇 他是不是高脸 尸陀宝宝自己拉自己的或者没有拉 这种时候其实化身可以用技能拉然后让尸陀出宝宝这样的话不会浪费久转对面尸陀反正需要变身吧 反正出恶爆拍死就拍死了也无所谓 给魔王打猪天 这魔王不满血的这伤害怎么看上去这么恶心 魔王这个门派就是要满血 他也是怕被控所以用的破语狂攻 大家没有猜到没没没没空上 他这个五号宝宝隐身完了之后还起了个法防这个有点高端 还好他隐身结束的早隐身结束的晚点就死了 快接近于高模型了差不多 这是第一场 卡封住 他这把应该是疯狂因机的这样的话疯狂因机没飞出来之后呢 血量掉了那么多一次半会就没有疯狂因机了 主要很能疯狂的話 想抢一下风气速度 但是因为中了落花 下巴估计是有移速的,但是下巴出不了手 这样的话 对面接下来应该会流域凌智再凝回来 还行,现在对面这个气血百分比 普遍都比魔王低 倒是有神气效果 正好是 叮叮版 这样比较好 武装也是太忙了 连自己给自己点灯的机会都没有,本来他应该会点着魔王点灯,然后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除非对面点着魔王飞秒,压魔王了 不然一般也打不到魔王身上 对面拉了个峰回路转的 抗星下相对差一点 也落花了他的武装 这样武装的血量肯定是够自动上灯了 这下出了个激怒 诶,等一下 为什么飞出来都没飞到他这个孩子 他这什么孩子 龟叔拉人孩子 龟叔拉人孩子 上了个镇阳令旗 补个灵质 看看化身怎么说是活魔王还是打流云 化身仙活了 笑一下神木灵的金青 笑重了好像 他并没有任何操作 如果是龟叔还魂的孩子的话 那确实是可以用峰回路转 如果是龟叔还魂的孩子的话 一般来说高速孩子他抗星不够 需要用千锤百炼 或者说用腹堂导火来提升抗星 但是龟叔孩子的属性点 敏捷上是没有的 他都是 加体加耐的这种 所以说 有个峰回路转 转这个加口血也蛮好的 请 summit 嗯不是老版孩子是新版 我前段时间去研究了一下 新版我用全名的孩子 新版的孩子里面有一个这个环魂归魄的这个孩子 他是不加名的 速度只有200多 除非你是那种纯粹的归宿孩子 否则的话 除非你是纯粹的归宿宝 不然的话很难比这个孩子慢 还是能拉得起来人 不是他是说这个孩子 按理说对面这把没接罗汉的话下巴跟上的就是魔火焚势了 那这样就只能普通秒一下了 打上流云 卡风的尸陀 但是对面看样子是用四号宝宝归宿来拉的 对面 别人 他用的九转 这点我也很在意 这宝宝到底是不是还魂咒的孩子 不过一般龟宿应该用的都是还魂咒 罗华师徒 不行他必须得是 我想想女拔应该不行 女拔木他的这个拜师应该是有要求的 他拜师应该是要求智力大于多少吧 这样会亏属性点 至于是智力和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啊 问一下梦幻精灵 智力和灵敏那不行 他必须要灵敏大于等于50才行 灵敏就是加速度的 而且孩子的师门任务也会加这个速度 其实从这个准度来说老实说我觉得两边差不了太多 能出手都挺准的好像还没有还目前还没有出现哪边特别水的情况 他点了灯以后就超准了 套完武装套化身套完化身套武装这样 这条路上我们已经就发现了 就好了 我们来说过去吧 大家可以转发一下 这条路上去的灵敏 我们下来说是有点滑队 大家先把灵敏 我们下来说 你不解决掉对面这个4号的孩子 他始终会用归宿拉的 出现了他把九转拉完 终于化身有空丢破甲了 这不不知道是卡风的尸陀还是风的武装 从我们这边尸陀用的是疯狂音机来看 我还真觉得有可能是卡风的尸陀 猜对面不一定会用归宿拉 不然的话这个疯狂音机不一定出得去 他的尸陀比我们这边尸陀应该是快的 他这个喜风五星金是什么意思 有点怪了 因为我没记错的话 他刚才应该就是三层风铃吧 然后用了风五星金让自己变成四层风铃 他是不是指挥的时候指挥错了 指挥想说用风卷残云 结果说成了风五星金 然后操作手就操作了个风五星金 下回建议指挥普通话好一点 去考个考个二甲 要求不高二甲就可以 我就是二甲所以我要求二甲 反正下回合盘斯就有灵源了 盘斯应该带了尺子嘛 对不对 可以给四号宝宝丢个尺子 四号这个孩子肯定抗体比较高 丢尺可以轻起来快一点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把祈护OK的 对面这个势托 有金刚有真羊 这伤害也是猛的一逼 这孩子肥 倒我们啦 黑一直飞过去 怎么感觉伤害都是减半的 你会搞错 这样的话 我感觉对面又要罗汉 真的没人能控他的罗汉 给魔王算个真羊 没有啊 我觉得上双龙弓别人不需要拉地厅 都能把你打崩了 人家根本连地厅都不用拉 你这个金青在吃五龙有点高端 那这个五龙是什么事都不能干的 连镇阳令旗都上不了的 可以说是十分尴尬 这把盘丝应该够金青了吧 我说是我们这边的 那边应该是套化身 然后让盘丝控尸陀吧 高速拉起让化身活尸陀 估计不会消盘丝的 盘丝可以开金青 盘丝可以放金青 他选择丢破甲还是想用低速的来拉 他选择接罗汉好吧 可能罗汉比较稳一点 怕对面风卷过来了 如果对面风卷 那还可以 我刚才讲说 如果对面风卷卷罗汉的话 那这个没放金青 选择放罗汉是很赚的 的确很赚 好像吃了一个风卷 这伤害的加成确实有点厉害 对女拔木的宝宝 这样魔王也搞了个激怒 十天啊 他不让落花 他觉得盘丝这把是落花的 确实是没落花出来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落花的目的是控别人一回合 而他笑礼的目的是让我们这边一回合不能动 而他笑掉的怒 可能连笑礼的32点怒都不到 因为他自己用笑礼自己要掉32点怒 总感觉好像怎么说呢 有点怪 这样需要落花 那我只是纯粹从回合上来说 当然不同的目标的出手的关键级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落花肯定是落武装 你让他武装 这个少出手一回合 跟他盘丝多出手一回合 相对来说 他肯定希望自己的武装多出手 可以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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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悲闹了 好 好 好 終於有空上燈了 對面又補了個流云 那這樣就穩定快過我們這邊武裝了 是他為了讓自己武裝的羅漢保證能裸出來 這個魔王凶就凶在他這個法術暴擊和無火神焰印的這個神焰效果同時觸發的時候就比較狠 像剛才有羅漢的時候爆了對面一號寶寶4600多這個神木靈平秒永遠不可能出這樣的數據 反控一手武裝沒空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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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有飞秒的机会 没拉金刚是活血的 但是还是选择飞机 话说给这面四号孩子丢了个尺子 但是也没去亲这面四号孩子 还是想先亲善恶 主要是不亲的话 压死人没用 他不消耗九转 还行这样的话这波双飞了一下 孩子还神了 那结局就非常美好 这回合对面是头上没有这个黄昏兽 不是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灯啊 我们这边三只善恶配合魔王能清掉对面四号孩子 能清掉的话 他还是得加血 缠珠回了 因为他这回合已经出过手了呀 他这回合不是变身 他不是变身的吗 怎么能一回合出两次手 咦 高功力批啊 吃了个定神香 给化身也吃了个定神香 吃了两个定神香 但这波没落花 卡风湿驼 当然他湿驼是出宝宝的 那这样的话 对面神木灵前面是放过一波情音三叠的 魔王可以秒的动 这波倒是可以起个起个牛镜 现在这个局面直接飞机 直接飞机的话 少个魔王的输出 如果魔王要起牛镜的话 控制什么 我也倾向于平函一下 对面四号孩子 叠个满天 看不过 这时被删奇 轻换了 还算死了 第二次 删奇 完蛋 看不了 这次 我会 试试 那么 没套中他神木,套中他经不出来的 这利劈一直在劈对面盘斯 糟糕,下雪天了,对面有1速 下雪天会有点难受 哪里能携养 太子,不让进了 单湿前提到 这温暖的不断 完整,了不让进去 大集与的水 紫禹 好 我刚刚去拿了个东西 请问发生了什么 对面又吃了一个定神香 他刚才笑盘斯若花不吃定神香 现在倒是狂吃啊 但是一波都没吃到 尴尬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利劈不吃皮孩子 干嘛老是披萨盘斯 这只是这个高功利皮 比魔王都快 啊什么没带 你看一下右边状态篮 人世间最逍遥 从左往右数第五个状态 那个就是珠子 这波卡那么久 是不是两个尸驼都飞机了 天地尸驼 因为他自己有风系速度 他化身连金刚都不拉吗 这么刚呢 我一般都是看状态篮的 看场景里的状态有时候看错 状态篮没什么问题 静疗的盘斯 批两下盘斯 然后静疗盘斯 这个操作 有点酷啊 但是飞不大动 不过既然他师驼选择这样玩的话 那他的师驼相当于就放弃自己的神器的效果了 的确是给盘斯顶大了 没顶上 他也进来了盘斯 头上也跳温号 呦 直接把盘斯给boss了 神器效果就是 宝宝 宝宝飞了以后可以加60点伤害 但是死亡后效果清清除 对面这时候应该会点着师驼上个灯吧 也不用点着师驼 应该会给师驼上个灯吧 因为我们这边武装被套了 没事做很有可能会砸他一下 他也没上灯 武装上了也没去砸他 拉起来空了一下神魔 因为这波是孩子用还魂咒拉的 所以说也不消耗什么东西 消耗一回合出手 他用孩子 砸他师驼不是为了不让他师驼出手 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师驼出手 如果他用孩子强拉 那他是在回合最后结束才能出手的 这样的话我们的师驼就能飞出去了 现在的问题是他先出手 我们这边飞不出去了 是这个问题 对面这个天地还有最后一回合 嗯 怕自己被封 丢了个无魂 那你们光说罗汉没断过 你们猜猜为什么罗汉没断过 因为对面风气有移速啊 他把武装控了以后 我们这边的盘司和化身都没他的盘司和化身块 我们的盘司是卡速卡锋的 等于说他拿的是什么 134速 那可不是大特技随便放了吗 一个简单的博异问题 对面怎么考虑这个地亭 毕竟已经压倒了盘司还是中进寮倒地的 尸陀也残血 如果他这波去丢尺子 没有人控化身 或者没有进寮尸陀的话 可能 会回上来一波血 说真的 我觉得这个地亭最多也就点对面四号孩子秒 应该是不会点对面石头秒 他直接控化身 没有选择丢尺 甚至都没有管这个地亭 我们这边也没加 这个地亭太快了 比自己的盘司和化身快 撑死也就武装能上个真央令旗 这个速度差 因为盘司是卡 化身也卡 都挺慢的 还是卡封的石头 如果要卡封石头的话 魔王要点对面四号宝宝秒 就是对面如果想拉人必须要吃九转 不能让他还魂咒这样一直用 这回合化身金钦吧 这回合化身金钦吧 装点了把灯 这回合化身金钦吧 啊 怒不还不够 刚才被石头打了一下 可能怒还不够 嗯 这个风云变色 还是可以的 如果如果不是用的风云变色 像神木灵普通群妙 或者魔王的普通群妙的话 对面 石头应该还站着的 就是因为多秒了一个单位 把他石头秒死了 那这样的话对面的神器的效果是肯定没了 不过他好像宝宝也没飞过 本来就没有神器效果 看样子差不多对面化身又该卤汉了 齐了个回速啊 他们看样子差不多 几民化身又该卤汉了 他活了一下四号孩子 看他还是觉得这个孩子挺好的 想保一下 这个地厅好像只能是慢了吧 如果是快的地厅的话 对面师托点的一个单位飞机 12345会飞到这个地厅 还是说他觉得对面会用高速拉让师托飞 还行确实比师托还慢 然后对面一把烟雨啊 有大克直接烟雨了 武装没动啊 盘斯也来平坎的 好像连师托都是加笛子的 还好魔王没加啊 这样的话起码没有太多无效操作 对面花了两个单位的无效操作 我们这边的话是 三个单位的无效操作 那他应该还是赚的 多赚一个单位 而且师托变身还是最后一回合 他没飞出去 这个就更亏了 本来变身最后一回合 飞飞掉还是挺好的 有没有机会控他一把罗汉啊 我看看好像就他化身了 在天地啊 还行吗 我们这边也接个罗汉 他什么最多放金青啊 金青可以让他放 空师托叫没空上 空师托叫没空上 他还是风卷 这波罗汉非常重要 这波要抬血量的话感觉只能让化身用0元推 但是如果化身用0元推的话 3点0元一波直接没了 风云变色多一个单位 魔火坟是加200件法刷 试图出宝宝的 这波非常有意思 我们这边拉了个地厅 他直接秒飞了 但对面拉了个地厅 也没人 加任何东西 然后也直接飞了 有点怪 为什么好像感觉像放任 对面地厅出手的样子 心理战 那这个心理战也太心理战了 那你不能认为接个罗汉就觉得没问题啊 参考参考参考当年是上届还是上上届来的 一水雪山的这个经历 这个 不是那么随便的 试图比他 试图比他试图快了 诶 等一下有没有人笑他神木啊 他情形三叠 我是不可能比对面懂的 只有能够看到两边血量的公平指挥们才能够比所有人都懂 试图的宝宝飞了 那就没他试图快了 试图滟 我觉得这个地厅是个慢地厅 我感觉上他的打法 可能是想的是象形师徒 然后上天地去秒 比较像 我回想了一下 刚才那回合对面的操作 不过他敢直接上真阳 直接上真阳的话 那就不是慢的 这样 他甚至还是拉金刚的 一个 那这样还行 他是一个阵阳一个笛子 他师傅落花了 他这回合化身没有选择加笛子 而是选择拉金刚 那我就可以认为他化身没带笛子 带的是尺子和铲珠 只有这样才比较科学 吃了个定神香 总归让对面吃酒转 他竟然上天地了 我们经常说 以前的那个师傅 有一句话叫给我一个30品的浮光 我可以换对面两对面五六个 这个180品的大金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面起天地 基本上就是这个目的 我用九转换你的大金 那就必须要打他九转 不然的话 他什么都不小好 我们这吃大金 那他就太赚了 现在目前他那个孩子还是还魂咒的 还得 还得考虑 要 这不卡风还是可以的 还是得考虑要清掉 不能让对面这么高兴的 就这样挂天地了 他应该是琴音三叠的孩子 这只有真央令奇的宝宝清掉 这个真央令奇的宝宝 他会有点凶 没功夫拉金刚是这样的 武装居然还忙里偷闲 给师托上了个针阳 对面想的是直接飞死师徒 这样的话 让师徒宝宝拉不出来 被落花了 所以我说忙里偷闲 这实在是没事情做了 算个真羊吧 也是因为灵源的数量还比较多 如果灵源少根本吃不消这么用的 目前还有一点灵源 下回合又会多一点 就不要紧 哎呀 签索拉斯陀让盘斯金清 应该是这样吧 武装套神木 OK 有罗汉 对面这把确实有三层风铃 我操他削了盘斯 不过这个盘斯被削问题倒不是太大 反正已经有单位有罗汉了 他也没封过来 盘斯确实被削中 我估计是金清被削了 尴尬 这把没有活武装 看看武装扛不扛得住 封卷的话肯定是死了 平秒的话 弹个假 估计还能扛一扛 那没事了 卧槽 这盘斯也太慢了吧 不是被削中了 是还没出手 你不搞错啊 不过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湿驼 既然快过了自己的盘斯 应该是拉了个马 那就说明也快过了对面的湿驼 这太离谱了 这盘斯我估计连尺子都不一定敢丢 这个太离谱了 比自己的尸驼慢 是因为我们这边尸驼拉马了 再控把尸驼 这波还行 对面也算浪费一只地厅吧 这波化身能抽空拉金刚了 有金刚没金刚啊 差别还是挺大的 而且这波盘斯是可以落花对面武装的 对面武装的 还有善恶 说起来我们这个千速比对面的盘斯快 如果我们用千速来开湿陀的话呢 对面的是可以卡风湿陀的 当然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他卡风湿陀我们也可以卡风湿陀 如果他来控盘斯呢 那他封不了湿陀我们也封不了 就就看看他怎么想 从我从我个人角度 我倒是宁可风输出 毕竟风输出 比风风系来说 还是风输出比较准一点 他是落花五霜 嗯 来一波大的 确实秒不大动 那看来就要看我们这边盘斯准不准 这盘斯估计得卡封对面师徒才行 因为魔王强啊 还没控盘斯啊 看你的了 控的神木没控斯陀 原来是贴来贴去怪不得控的是神木 没控斯陀 对面用停一三叠的压了一把武装 他好像还有只善恶吧 还行出的是善宝 一批批的是盘斯那只千速下滑了 而且大金也顶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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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只善恶居然也是贴自己的 老实说我看他血量状况好像还可以吧 可能是魔王比较容易出意外 他怕万一哪个单位刚好血量低 然后魔王这个法暴和 无火神燕影的神燕一块出崩的一下秒死一个 上盾 化成舍了一把自己 起了个浦玉灵波 在控制尸陀 上盾加浦玉灵波了 我们这头上 我们这浦玉灵波造成的伤害也会降低的 这边打热的时候 这边打热时 基本上还有一点 看着用了 随着你 planets 一无所谓的 看一下 这是 像龙虽 明天 针了这个无魂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两边的尸陀好像从头到尾都没叠满天过 那么问一下两边带的是什么套呢,想必一定是满天套 化身活尸陀的,所以想贴一下 这样的话只有八层风铃了 他消耗了一层风铃,起了个秘润 卧槽,这不会是化身金钦的吧,这风衣没开啊 武装的,还是武装的宝宝自己开自己的 这波他风卷过来感觉就不太好搞了 没人能接罗汉了 明摆着我告诉你,我要风卷怎么办 他苍林雪雨都可以飘啊 这个地厅速度太快了 为什么老叔这种这么高速的地厅啊 因为这个肯定是特别快 武装特意出了个孩子来吸收对面群秒的伤害了 对面点的是我们这边一号宝宝秒的 这种时候还出了一只那么高速的地厅 而且这个地厅看速度的话好像比磐斯快啊 所以他秒到的是 他秒到的是一号宝宝 地厅,武装,化身和孩子是吧 没秒到磐斯 潘斯 潘斯结阵,降了96点速度 还会连到的是 顺利 方向感觉 有点 要是 有点 在那里 有点 是 有点 Zither Harp 一滴一尺 他猜是孩子拉的 所以用落雨金钱 两滴一尺 这个落雨金钱的操作就非常的取福 就很简单 如果化身是用我佛慈悲拉的 那么他的所有操作这回合全都是浪费的 因为地厅也出不了手 但是他猜到了 就是用孩子还魂咒拉的 那么 地厅就能出手了 这就是很屈服的操作 他非常喜欢把所有东西堵在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上 堵赢了就会超级赚 一波就能把你推没了 那就是这样的玩法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 福战也好 各种也好 他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所以非常适合打国标 国标就是这样的 在一回合 资源直接压在那一回合上 然后就可以积累优势 άλι 呢 来 这时 刘 这时 这是 恕我直言啊 尸陀这一波拉起来飞机啊 效果不如可能不如象形对面武装 让自己的武装暂时拿个医素 并且保证自己化身不会被封 感觉飞机对对面并不能造成太多压力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点了尸陀风卷呢 那这样化身应该也会死 感觉还是不好打 就看这个磐斯啊 卡风卡的准不准 以及靠自己的靠风 能能出手控对面尸陀确实挺有恶心的 对面尸陀出手的确能被限制 他本来前面一开始的时候通过天地尸陀 然后拿孩子玩施战的方式 规避了磐斯的封印 尸陀拉起来出地厅也不是很好的 他磐斯有二速是可以 是可以幻境术的 比如他天地一个幻境术一个感觉都行 双双秒怎么说呢 看哪个服务器吧 没小四海了 花了3.0元推了1700 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没了 打不来了已经 我以为还有小四海呢 这样还能回口血 每个单位能回个4000多 卡苏盘卡苏盘斯好的时候是挺好的 享受了卡苏盘斯的好处 卡苏盘斯这个速度太慢 没法控对面罗汉的时候也没办法 特别是武装没一速 前夕丢了把尺 那是没亲那个孩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 好 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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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哎呀方圣怎么说呢 你可以试试吧 我觉得可以试试 有兴趣的服务器可以试一试 本来我确实觉得方圣可能不太行 但是 反正风系这种东西们 总差不多 而且现在善恶确实多啊